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上共经历过八次都城迁移 秦德宫将秦国都城东迁至雍城后 自强不息的秦人在雍城筑起高墙 建下宫殿 韬光养晦 作为周王室附属诸侯国的秦国 殷实了家地 积蓄了力量 终于逐鹿中原 一统天下 雍城对于秦国的意义不言而喻 那么 经历过多次迁都的秦国 为什么会选择在雍城建立根基 在雍城宫殿群里 秦国统治者究竟如何历经图治 最终得以称霸中原 百恰讲坛 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夫教授 为您讲述 萧氏的宫殿第三部第二集 迁都雍城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说在秦人早期发展历史上 呈现出一个现象 他的都城是不断游走的 我们看 到了秦德宫时期 秦人就定都于雍城 这个雍城在哪里呢 就在今天陕西凤翔一带 这个凤翔的雍城 是今天考古工作者 找到的秦人早期宫殿中 非常有规模的一致 凤翔的宫殿 是今天我们了解 秦国宫殿发展史 中国建筑史的重要材料 那我们说呀 为什么秦德宫要定都于此呢 其实和地理环境 文化背景都有相当的关系 首先说 凤翔这个地方啊 就非常的好 一山傍水啊 地理环境优越 水草蜂窝 也是四通八达的所在 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更重要一点 他距离周人崛起的地方 周园 祁山非常之近 我们讲啊 周人也是曾经在一个时间段内 进行游走的 比如说周朝的老祖宗 有一个人叫古公胆父 是周文王他爷爷 又叫做太王 太就是伟大的大 人们称之为大王 说明他有着丰功伟绩 而这个太王 就是把都城定都在 祁山脚下的人 诗经大雅棉这一篇 描绘了当时 太王千祁的圣景 这里有这么句话 叫周园五五 锦图如頤 周园这个地方啊 水草太肥美了 所以智史锦图 也就是野菜和苦菜 长得都像仪糖一样 这个仪糖你我非常熟悉 就是麦芽糖 居然野菜苦菜 能长成像麦芽糖一样 可见这个环境有多好啊 虽然有夸张的成分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 其中合理性因素 周文王时期社会稳定 百姓的幸福指数很高 人心所向 他就是发迹于祁山脚下的 所以这里啊 既是丰美的农田 也是周人发祥的文化重镇 那秦人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把都城定都在雍城 距离周园是很近的 这就能够进水楼台 那么秦国国君 秦德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当时秦德公走上舞台 这个时间段 秦德公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迁都到雍城 我们说这个举措很是得当 迁都雍城 使得这个地方成为秦国长久的都城 这个秦国之外的环境啊 我们看这个时期 还是对秦国非常有利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历史现象 就是春秋五霸 那我们讲啊 在秦德公的时间段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霸主 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 所以这样的环境 就给秦国人积聚力量 发展生产 积累政治经验 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秦德公33岁继位 他在位虽然只有两年 但是这个君主迁都到雍城 给秦国历史带来的影响是不小的 我们看啊 他还曾经铸造过一个宫殿 史书记载的大正宫就是他造的 扩地制这么讲 说齐州雍县南七里 雍城 秦德公大正宫城也 他指出了雍城的地理位置 更重要的是 他所幸把秦德公的雍城 称之为大正宫城 可见大正宫对于秦人来说很重要 所以这个时间段 秦德公迁都于雍 建造大正宫 那不是历史的偶然 那我们看啊 今天咱们学者对秦国雍城遗址 进行了非常科学 非常系统的发掘 雍城遗址 给咱们认识古代的都城 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 纵观秦国历史 从秦湘宫被封为诸侯王 出都西泉丘 到秦始皇建都咸阳 秦国先后共建九都 而在秦九都中 制都时间最长的雍城 作为当时秦国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中心 长达近三百年 那么 作为都城 雍城的布局和宫殿建筑 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雍城遗址中 又出土了怎样滑贵的 秦宫遗物呢 雍城这个建筑啊 非常高妙 为什么呢 因为雍城的建筑规划 和有一本书的记载 是惊人的吻合 这本书叫做周礼 咱们知道周礼啊 是周朝的典章制度书 说是周公弹做的 但是一般学者认为是 战国时期 齐国作品 周礼有六观 天 地 春 夏 秋 冬 而这个六观之中啊 东观就王毅了 后来人们拿另外的一本书 补充这个东观 叫做考工记 考工记跟手工业 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考工记里头 就有一则 叫做匠人营国 这个记载啊 非常的准确 他说匠人营国 方九礼 庞三门 国中九经九尾 京徒九鬼 左祖右舍 面朝后世 世朝一夫 这一段记载非常著名 经常被建筑史的学者 古代手工业的学者所引用 他说呀 古代匠人 对于做国度 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划 这个规划是什么样子呢 方九礼 庞三门 九礼建方啊 然后每个边 都有三个城门 您看像什么 这很像咱们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啊 那么他还说呀 九经九尾 经徒九鬼 什么叫九经九尾啊 经是南北为经 古代在织基上 竖着的线叫做经 而横着的线就叫做尾 所以东西为尾 这里说 这个都城啊 九条经九条尾 九条南北干道 九条东西干道 那就非常的复杂了 所以都城就被分割成 一个一个的小方格 而且要京徒九鬼 就是南北干道 它的宽度 有着明确的说法 能容下九辆车呀 京徒九鬼 它有非常具体的设计了 而且要左祖右舍 面朝后世 祖是什么呀 祖就指的是太庙 舍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舍基坛 这个太庙 列祖列宗所在呀 它在哪儿 在王宫的左边 古代王宫是面南北北呀 所以王宫的左边 也就是东面 今天咱们看 北京天安门的左边 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 而古代叫做太庙 右边呢 右边就是舍基坛 古人称舍基坛 今天是中山公园 古代非常重视祖先崇拜 要敬天法族 他也非常重视土神和古神 一个是舍 一个是祭 对于农业民族来说 土和古太重要了 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呀 所以要左祖右舍 面朝后世 古代王宫是面南北北呀 所以这个王宫 他的南面就是朝 背后就是市 我们看明清时代的紫禁城 这个紫禁城的南面 天安门 而天安门再往前 就是今天广场的位置 古代是中央官署所在 而紫禁城的北面 过了景山 那就是地安门 是中古楼 而这个地方 是古代的市所在 这都有一定的传统 而且周里还交代呀 说叫市朝义夫 什么叫义夫呢 这个义夫 指的就是义白亩 义夫之田就是白亩田 白亩田有多大呀 一般认为周朝白亩田 和今天三十亩 有一个俗话 叫三十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若亢童 代表小农经济的理想世界 市朝义夫说的就是 市和朝都得有白亩之大 当然我们说明清时期的北京 早已经超过了这个面积 而刚才我们介绍的 匠人营国的这个文段 他描述的状貌 和雍城遗址 看到的城市规划 非常一致 雍城遗址也是这样 它倒不是京徒酒鬼 它是纵四横四 而且还有三条主干道 两条是东西向的 也就是尾 一条是中央的中轴线 也就是京是南北向的 而这个中轴线 把整个城市 分成了左右两边 您看 后来的北京不也是如此吗 咱们说明清时候 北京城也是以中轴线分开 一边是大兴线 一边是晚平线 所以这种思路一脉相承 通过了这样的划分 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块 这个小块就好比唐王朝的房 老百姓居民区 它叫做房 而房之外还有室 室就是它的商业区 我们看这个室不仅说唐朝 长安城里头有东西二室 而这个雍城也照样有室 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个室的面积也不小 而且这个室它有密闭的墙 它等于说露天经营 而它的宫殿在哪呢 在刚才介绍的南北的中轴线的北部 占据了相当大的面积 而这个宫廷往南 那就是一个一个的居民区 它还有室就是商业区 也有它的祖 也就是太庙 也有它的设 就是设计坛 那在这个雍城之中 宫殿 宗庙 设计 以及市场 有机结合到了一起呀 它的思路和匠人营国一致 那我们就要反思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条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啊 说明中华文化早在周代 就已经奠定了它雄厚的基础 而今天呢 我们看雍城遗址啊 就非常的丰富了 除了刚才介绍的 宫殿 宗庙 市场 还有非常多有意思的细节 比如说 考古学者在雍城遗址中 发现过一批一批的青铜建筑构建 它是整教整教出现的 数量非常的大 那有的人推测 这可能是仓库 然后这青铜构建啊 它的个儿也不小 有的是曲齿状的 也就是拐弯的 有的是筒状的 也就是直的 它放在梁柱的不同部位 而且金属构建 由它的框架和铜板来构成 在铜板上 有非常精美的攀绘文 也就是我们说 龙形一样的文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东西就代表了 当时宫殿的富丽堂皇程度 就是上古时代提到金 往往不指黄金 指的是青铜 青铜又有一个名称叫做极金 吉祥的金 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这都是国之瑰宝 周朝为了青铜资源 还跟南方的蛮夷作战 所以青铜在当时的可贵程度 您就能从中看出 而这里秦国呀 地处西锤 他在雍城 用了这么多的青铜构建 可见当时宫殿的富丽堂皇程度 历经两千多年的变迁 秦都雍城一致的发觉 犹如翻开了一本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他不仅勾勒出了独属于秦帝的风骨 也印证了他作为都城的豪迈 可以说定都雍城 才真正奠定了秦国一统六国的强国之梦 虽然昔日秦都的芳荣 如今已被黄土尘封 但是通过对雍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我们仿佛依稀能看到 曾经恢弘的强秦就在眼前 那么除了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外 在秦雍城遗址中 还发现了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遗存 通过这些历史遗存 我们又能看到古人怎样的智慧呢 除了青铜构建之外 学者们还发现雍城遗址中的灵士 这个灵士啊 就是藏兵的仓库 其实当时贵族是要藏兵的 诗经 冰封 七月 有这么一句非常著名 它叫二之日凿冰冲冲 三之日纳于灵音 二之日 三之日是什么意思啊 二之日相当于今天的腊月 这时候天寒地冻 然后要凿冰冲冲 而这个冰封 冰地也在陕西 这是周人决体的地方 咱们要知道陕西这个地方 冰天雪地 到了寒冬腊月那也非常的冷 这个老百姓还要凿冰冲冲 冲冲是拟生词 凿了的冰怎么办呢 凿了的冰要纳于灵音 三之日就相当于今天咱们农历所说的正月 正月放在灵音也就是藏冰的冰库之中 这个东西就和雍城遗址的灵氏灵音完全吻合 这个灵氏呈现出一个漏斗形 上大下小 灵氏四面有坡 而在上面呢 还有回廊 回廊上面还有屋顶 那么人们下降到灵氏之中的通道 有五道门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门 也很好理解 是为了阻隔热气 这个灵氏设计的非常科学呀 那有的同志就要问 古人要冰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说呀 古人要冰和今天的用途 有的地方是相似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用途 就是到盛夏的时候结束之用 比如说咱们要是看后代的书 记载宋代的时候 就有许多人在寒冬腊月的时候 制作冷饮 拿到夏天就可以吃 而咱们要是看屈原楚词里边 提到过楚国那地方很热 是需要吃冷饮的 国宝籍文物 曾侯以目兵剑 也能证明这一点 这冰剑啊 极其反辱奢华 它铸造得非常漂亮 而且里面有孔道 外面放冰 去冰镇要吃的食物 而这个冷气 利用好了流体力学的原理 能把这个食物冰镇得非常不错 这就给咱们今天了解 古代社会生活 带来了非常宝贵的证据呀 除了结束之外 冰还有其他的用途 比如说冰镇尸体 这个贵族死了 尸体很容易腐烂 怎么办呢 是需要周围放冰 除了办丧事之外 还有其他的用途 就和信仰巫术有着一定的联系 就是藏兵 这个藏兵是怎么回事啊 人们认为这个兵啊 它是阴性的 非常寒 所以就应当在寒冬腊月 把它藏起来 藏起来的话 到了冬至以后 逐渐逐渐才能转暖昏阳 咱们说呀 冬至一阳升嘛 这个物极必反 阳气逐渐逐渐冒出来 而到夏天又非常的热 人就把这个兵拿出来 拿出这个兵能够吃 也能够和外边的暑气信形对抗 所以使得夏至以后 才能正常的产生阴 咱们讲夏至一阴生 这都是辩证法 这种做法 就是古代调理阴阳的典型做法 阴阳调和天下太平啊 古人的这套思路啊 能从许多政治家身上 得到体现 汉朝有一个很著名的 丞相叫丙吉 有一次啊 丞相丙吉外出 这时候他就看见长安城啊 有人打架 这打架泄斗 这是常事 关键这时候有人伤了 有人还死了 那就非常恶劣了 这个时候丞相大人什么反应 丞相大人看也不看 一句话都不说 手下人非常吃惊 您作为丞相 居然不对这件事情过问 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丞相的车架接着往前走 结果丞相发现 有一个事不对头 什么呢 有一个人架着牛 这个牛呼呼地喘着热气 丞相下了车 非常关切这个牛 问牛的主人 牛走了多久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手下人就觉得特别的离奇 有人就嘲笑丙吉大人 你这不是做得很过分吗 丙吉大人的说法 让手下人非常的佩服 他说了刚才那个打架泄斗啊 我可以不管 这不是我的职责 我的职责不在这儿 因为这个事儿 是归长安令和经兆银管的 人家有人家的差事 你越祖带袍干嘛 所以我不能瞎掺和国乱 而这个牛病倒了 我必须观察 为什么 丞相太尉 御史大夫 这个级别的国之重臣 他有一个职责 就是要调和阴阳 如果阴阳不调 天下闹了灾 天下苍生受难 那我是脱不了干系的 所以我势必得过问 丙吉进一步解释 说现在的节令啊 才是阳春三月 绍阳方生 也就是刚长出一点点阳气 不怎么热呢 怎么这个牛就已经热成这样 喘着粗气 不能拉车 这岂不就是阴阳不调吗 如果我不进行关切 采取一系列的救灾措施 防危杜鉴 下面岂不产生更恶劣的结果呀 周围人非常佩服 成像大人的高见 我们说呀 以上的这些现象 虽然是有许多环节 和现代科学的情理不吻合 但是我们讲 古人认识到一点 就是要道法自然 人的生命 人的生活 人的实践 要符合自然节令 法于阴阳 何于度数 饮食有节 起居有长 这样的思路 不也是古代医学家提倡的吗 这种思路 有着非常大的合理性 人和外在 尤其是自然界 不能犯冲 应当说 中国人 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 那么我们讲啊 咱们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 去解读雍城遗址的灵事 您就会有新的认识 除了灵事之外呀 雍城遗址之中 还有散水 这个散水是什么呢 咱们知道宫殿 非常怕雨水 这个雨水不排出去 形成积水 会把牧师结构的宫殿建筑 腐蚀掉 所以这个时候 势必要重视排水 这个散水 就是宫殿四周的斜坡 我们看雍城 姚家岗遗址 已经出现了宫殿的散水 说明古代宫殿设计 是非常科学的 非常合理的 雍城是秦国历史发展过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是秦国崛起的根基与保障 更是秦人全面强盛的精神圣地与摇篮 在秦国历史上 即便秦国都城多次迁移 雍城宫殿群在秦人心中的地位 始终十分崇高 那么在雍城宫殿群里 秦国统治者是如何历经图治 最终一步步实现了称霸中原的理想呢 请继续收看 消失的宫殿第三步第二集 迁都雍城 虽然雍城的宫殿不复存在 但是咱们也能通过文献的支言片语 了解它的威额壮丽 这和考古资料是完全吻合的 据司马迁史记秦本记的记载 在公元前627年 也就是秦木工33年 这个时候啊 秦国刚刚打败了一仗 就是秦晋肖之战 当时秦国呀 趁着晋文公刚死 想给秦国一个下马威 从而称霸中原 没想到时机压根不成熟 被秦国人在小山这一带 打了一个伏击 秦国人惨败呀 这个仗刚打完 公元前626年 这个时候秦木工啊 只能是经营西荣 和西荣搞好关系 徐而徒之 当时荣王啊 有一个重臣叫做游鱼 荣王派这个游鱼啊 来到秦国宫殿这里进行考察 这个时候秦木工就炫耀了 让他进行参观 由于非常感慨 由于对着威鹅的宫殿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讲啊 使鬼为之 则劳神矣 使人为之 亦苦民矣 这话非常好懂 说如果这宫殿是鬼造的 鬼得累得够呛 如果是人造的 人得疲惫不堪 这个话呀 秦木工不大爱听 秦木工就反问他 说我们中国 这个中国指的是华夏民族 您看他以华夏自举 说我们中国呀 有着礼乐文化和法度 尚且治国理政非常困难 把天下治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你们蛮夷荣敌 没有这一套 那岂不更困难啊 也就是说宫殿建设 是我治国理政的一部分 你不应该过分责备我 人家鱿鱼怎么说的 他这么讲 说恰恰因为这个 才计划了你们的矛盾 为什么呢 说在皇帝时期呀 进行了一定的创制 目的是非常好的 可是子孙后代交涉淫逸 于是加剧了老百姓和他的离心程度 老百姓叫苦不迭 所以兵戈四起 而我们荣敌恰恰没有这一套啊 当时荣敌统治者 道德淳朴 而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画画肠子 满脑袋都是忠信 所以荣王统御臣下 就好比一个人统御自己的肢体一样 非常方便 我们没有这一套 恰恰能够治理好国家呀 您看 这个思路 就是大国众民和小国寡民的区别 而这个时候 和蛮夷戎敌 在文化制度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别 但是啊 由于这一段话 让秦穆公心里也非常不是滋味 他觉得由于是非常有才干的人 这样的能臣干力 为荣王服务岂不可惜呀 于是手下有一个人 是使官叫做内使廖 就给秦穆公出主意 说这个好办 您做两个事情 就能把鱿鱼给争取过来 第一 就要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 怎么样离间君臣关系呀 就是把鱿鱼拖着 该走让他不走 第二 就是荣王啊 他的品位啊 非常的低 隔儿无女就能够满足 于是这秦穆公 就按内使廖的话去做了 当时啊 这个秦穆公送上女月二八 也就是十六个美女 这个荣王成天化天酒地 不理朝政 而鱿鱼苦见 越见越不听 然后秦穆公怎么做呢 争取鱿鱼 萧以利害 良秦则墓而期 良臣则主而逝 所以鱿鱼看到了 秦穆公的贤明 以及荣王的昏溃 投奔了秦国 为秦穆公的霸业出谋划策 他成为秦穆公的能臣干例之一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能看出了秦国宫殿的威额 也能看出秦国统治者的高瞻援助啊 在秦德公在外时期 土地非常之辽阔 他东边已经到了黄河西岸 西边到了今天陕西中部东部 而整个关中已经为秦所有 那有的朋友问 什么叫关中啊 东 韩古关 西 散关 北 萧关 南武关 等于四关之中称之为关中 这里是周人的发祥地 是政治文化重心 也是水草丰美的卧土 秦人在这里韬光扬晦 积聚势力啊 秦德公还干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它叫做出福以苟欲骨啊 咱们今天知道三福天 非常之严热 这个立法的知识 能上诉到什么时候 就上诉到这里 据说秦德公初年 他就已经意识到这个福天存在了 所以最初设立了福天的这种立法 出福 那么以苟欲骨 这个骨啊 古代认为是一种毒虫 随书地理志说了 在五月初五的时候 这一天啊 巫师这么做 找一个密闭的容器 把一堆毒虫给收藏起来 等过一段时间打开容器 看哪只毒虫还活着 就拿这个毒虫来害人 诅咒谁就用它来害谁 这是一种诅咒术 这种骨啊 历史非常久远 于是骨就有毒的意思 那么有害的东西也称之为骨 当时人们认为 天热 鼠气也是骨 对人产生了伤害 它就叫做骨 那好 拿什么来克制这个骨呢 狗 人们认为这个狗啊 是羊兽 带着羊气的兽 所以这个时候 要把狗杀掉 给埋藏起来 于是它就能分散外边的鼠热的骨气 所以就起到了御鼠御骨的作用 这是古代的一种巫术 咱们看到 就是秦国雍城大墓之中 贵族的官国底下 还看到过狗的残骸 有的学者认为 就和这里记载的 以狗育骨有一定关系 今天我们说呀 这种行为有一定巫术色彩 也和现代的常识不吻合 但是咱们要看到另一点 就是古人已经对杰令非常了解 他懂得属服 而且人在当时 对这样的属的节气 也不是坐以待毙的 还有自己的方式方法 虽然有的不合情理 但是古人表现出认识自然 改造自然的勇气 我们说秦国的大政宫啊 作为秦国的宫殿 使用时间相当长久 使用时间居然长达294年 这样的宫殿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都是比较罕见的 我们说它见证了秦人 发祥壮大的历史 春秋时代的霸业 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 许多政令都从秦国大政宫发出 不仅如此 秦国的宫殿啊 虽然后来屡有迁徙 秦国大政宫的地位 一直没有取代 为什么呢 因为许多秦国贵族死后 要埋在雍城 而秦国的宗庙也在这里 所以大政宫的作用一直存在 我们说呀 秦国的势力 一步一步发展壮大 自西而东 最后群雄逐鹿 要称霸中原 乃至一统天下 而秦国大政宫 就是一个关键点 好 今天我们的内容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